以色列坦克控制了拉法和埃及過境點的加沙澤 哈瑪斯說接受埃及及卡塔爾滑船的停火建議 以色列將派代表前往開羅繼續談判 南非沿海城市喬治在動戰中脈島嵐後 已與大約50名失蹤者中的11人取得聯絡 來自開普登的搜救犬幫助救援工作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克里姆林宮宣誓就任他的第五個任期 他已統治俄羅斯大約20年 越南慶祝電邊府戰役週年紀念日 70年前法國軍隊在這場戰役中被越南軍隊擊敗 鬥地人及退伍軍人在電邊府市中心的體育館觀看入行 阿根廷農民擔心葉蟬攜攜帶的疾病將威脅他們的玉米作物 農業與氣候專家認為不尋常疫情爆發與氣溫上升有關 全現在準備好了 至少的詞 華聖羅斯大約 阿根廷農民擔心 第一位 永遠 及 非 旅